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鎮中正真 其實說指數跌升了 它一定會出現技術性的反彈 但是技術性的反彈 它就純粹只是跌升後的反彈 所以就像我們昨天所講的 如果把台股這一段下跌 視為是末跌段 它接下來會進入的是 震盪整理的過程 它會進入一個震盪 反覆測試底部 竹底 竹底完之後 才會迎來之後 再出身段 出身段過後才會迎來主身段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電子股 它的操作空間還是不大 你可以發現到 其實今天的盤面很有趣 今天盤面早盤 強勢的是電子股 一直到接近了五盤 電子股開始出現賣壓 反而比較強勢的是綠能 是一些生技類股 那就代表說其實這個時間點 往上的壓力還是很大 所以就像我講的 在這一段的過程 跌升後一定會出現技術性的反彈 但是技術性的反彈 它都叫反彈了 空間當然不大 所以與其要去搶這類型的反彈 倒不如就是看現在 最有機會翻倍的一些生技股 其實以歷史經驗來講都是這樣 每一次 從以前到現在 從台股開市以來一直到今天 每一次只要說指數經歷了某一項金融風暴 往下回跌 往下回跌出現末跌段之後 它會進入震盪整理 震盪整理之後會進入初升段 每一次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都會有非常非常多生技的翻倍股 而且以歷史經驗來看 所有史詩級的生技妖怪 全部都是在這樣子的行情中誕生 其實這樣子的道理 大部分的投資人都懂 如果說你股齡長一點 你一定懂這樣子的觀念 包含法人 包含大戶 他都了解到在這樣的過程 生技股會最吃香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 為什麼多數投資人 或是說多數人不會去碰生技股 這就是一個成本效益的問題 就像是我們在本週所提到 為什麼法人他很少去買生技 因為生技他畢竟是小眾 他不會花太大量的研究員 或者說研究單位來去研究這一塊 但是你知道 近一個月來講 近一個月所有的股票 我們先撇除掉一些雞蛋水餃股 成交量不到1000張的雞蛋水餃股 先撇除掉 有價有量漲幅又超過50% 超過50% 近一個月漲幅又超過50%的排行榜 第一名是明基一 我們在4月份有講過 第二名是三富 第三名就是易德 第四名就是保瑞 所以你可以發現 近一個月有價有量漲幅 超過50%的股票裡面 其中有三檔全部都是在生技 而且都是我們操作的股票 所以其實目前很明顯 生技股它就是主流 它就是事實就是擺在眼前 生技就是大主流 如果說近一個月的漲幅 裡面有一半以上 有三分之二全部都是某一項族群 這項族群它一定就是當前市場上最熱門的主流股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為什麼 生技明明它就非常的強勢 多數的投資人卻是視而不見 包含分析師也是 大家就假裝沒有看到生技的漲幅 拼命去分析一些跌身後的電子股 電子股的反彈 原因就在於它的效益不高 其實就是說 生技這一項產業它的水很深 非常非常深 包含新藥 包含原料藥 包含學民藥 它又要經過非常長時間的 一期 二期 三期的臨床 接下來才解盲 可能說臨床都結束之後解盲沒通過 這些又擺研究 所以會變成說生技這一塊 它是整個成本效益比較低一點的產業 你如果要去研究生技 要去買生技股 你所需要花的人力成本 時間成本 金錢的成本 全部都遠高於其他的產業 所以很多的投資人 包含一些研究機構 他會寧可選擇放棄掉生技 這個就很可惜 因為它的事實就擺在眼前 目前最強勢的就是生技股 以歷史經驗來看 有辦法說再短短一定 漲個200% 300% 400%的 也就只有生技股 是不是 所以我的想法很簡單 我們就是針對這一塊 下去做布局 下去做操作 好 就像是我們所講的 台股現階段它是進入了末跌段 末跌段一直到出生段 它需要一段時間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我們就先去操作生技股 先去抓到一檔有機會翻倍的生技股 先賺完一輪之後 等到真正的出生段來臨 我們再把資金轉移到 即將要轉強的電子上 這就是昨天所講過的 機會成本 你這個時間去搶電子股的反彈 你錯過的是 可能飆漲一倍的生技股 你這個時候去買一些 有機會飆漲一倍的生技股 你錯過的頂多是 10到20%的反彈行情 是不是 所以你去看 就像是我們本週一直在講的 2015年是最好的例子 因為它的時空背景非常的相似 這一段叫做末跌段 末跌段再來足底 足底過後才是出生段 那這末跌段到出生段 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它孕育出了 漲了300%的耗頂 漲了300%的中域 那還有包含像 當時非常熱門的百炎 百炎它也是漲了300%以上 它也是誕生在2015年 末生段到出生段 這樣子的過程 所以其實很多投資人會說 那我手上的股票怎麼辦 或者說一些消費性電子 一些全資股 一些航運什麼的都好 那其實這些股票 它的套牢幅度 只需要一檔生計股 絕對有辦法解決 來 你去看 本波下跌 大盤跌了1500點 個股的跌幅 動輒都是30到50% 有些甚至超過50% 那其實30到50% 這樣子的跌幅 有辦法在短期內解套 只有生計股辦得到 真的只有生計股辦得到 你說你在電子股 科技股裡面 你怎麼換股 怎麼去操作這個 怎麼去做短線 其實你要在 因為說它的空間就不大 你說好 一檔說空間不大的股票 再換到另外一檔空間不大的股票 這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所以如果說你要在短時間 可能說兩個月 三個月之內 把一些 可能說動輒就套牢50% 60%的股票 去把它處理掉 去讓它回到你原本的起跌點 回到原本的資金水位 唯一的解法 唯一的產業 就只有生計 因為這是它股性的問題 只有說股本比較輕盈 比較有機會 不要一倍兩倍的股票 才有辦法這樣在短時間內解套 所以為什麼說從股至今 股市的末跌段加上出生段 它都是孕育生計怪物最好的搖籃 因為只有在末跌段加上出生段 電子股的操作空間不大 這個時候電子的資金 它才不會排擠到生計的資金 整個生計的優勢才會被放出來 所以包含像是你去看 當然說如果說一檔生計股 它要翻倍 它要翻倍漲 這是一個過程 它不可能說 好短短一週內兩週內 全部都漲上去 它會先經歷到可能說 警示 警示之後稍微震盪一下 再往上拉 可能說警示之後又會變處置 處置完之後 它會再稍微整理一下 再繼續往上拉 所以裡面它會醞釀出非常多的買點 當然說裡面其中還是有非常多 可以操作的短線標的 來 你去看 4114的劍橋 當時我們有講過 在本週6月20號 益德的母公司 它持股高達了40% 這麼高的持股比例 益德大漲 它一定會相對受惠 4114的劍橋 今天漲停板 當然說這類型 它主要的題材還是落在益德上 只是說4114的劍橋 它也是有機會連帶受惠 這就是生計裡面的短線股 4114當時 6月20號星期 講完之後 留一根上影線 稍微整理一下 今天直接一根漲停板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候 不論說 好 你要去把資金的效益 發揮到最大 又或是說你想要去解套 其實最好的策略 最好的標的 都還是在生計這一塊 只是說因為說生計 它操作起來跟研究起來 耗死耗力又耗金錢 所以會變成說 投資機構不喜歡 去操作這一塊 但是偏偏 在這樣子的行情裡面 生計它就會是最強的一塊 所以其實我的看法 非常簡單 我認為說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既然說生計一些 既然說整個星耀 它需要花比較大量的金錢 時間跟人力 我們就花下去 因為我認為人少的地方 它才能真正出現 比較巨額的報酬 你去看 從這樣6月以來 確實保瑞 易德 它已經率先漲50%以上 而且這只是剛開始 接下來它會擴散到更多的生計裡面 來 你去看 4114的劍橋 它就是受惠於易德 易德先漲 他們家的母公司才跟著往上拉 所以它主要的題材 還是落在易德身上 當時有講過 6月10號是第一根漲停板 這樣一路布局 5月份一路布局往上拉 5月15號漲6% 進行最後一次的加碼 6月16號一根漲停板 到了24.65 6月17號到了26.15 6月20號到了26.95 最高到28元 最高到29.3 6月22號 所以你去看 從這一段20元到了29.3 這一段幾乎是足足 將近是50%的漲幅 一直到今天 大盤怎麼震盪 它就是不受影響 其實說 因為易德這樣漲 它已經進入了警示股 進入警示股 它一定需要稍微去震盪消耗一些賣壓 降低它的周轉率 好 等到宏智解除之後 它才會再繼續往上攻 所以你看到說 包含易德 包含像保瑞 表面上看起來 它就是一檔漲了50%的股票 扎扎實實50%的股票 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背後我們其實是從4月份 我們是從4月份 就開始研究這些新藥生技 因為知道說盤勢比較動亂 可能說接下來 會有一些生技的行情出來 所以我們從4月初 就開始一路研究 包含易德 包含保瑞 包含其他的一些新藥黑馬骨 我們都是研究了大約是3個月左右 3個月左右才有這樣子的成果 所以為什麼說明明生技就是這麼強 擺在眼前 但是敢去接觸 那敢去操作的投資人卻不多 就是因為大家不喜歡 去投入這一塊的成本 但是我們剛好相反 我認為說真的要 賺到說巨額的報酬 一定就是要朝這一塊去著手 那確實 也是不負我們付出的東西 6月份就漲了50%以上 所以其實這一項題應該說 這個儲物權它會持續在擴散 那只要繼續擴散的話 很多有潛力的新藥 很多有潛力的CDMO 它會一檔一檔的漲起來 包含這一檔也是 來CDMO的雙黑馬骨 它是合作開發CDMO 要打入國際上的市場 本週一 6月20號 收黑我們進場買進 隔一天往上拉一根漲停板 6月22號再漲5% 昨天開低走高收一根下引線 平板以下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今天一樣是開低走高 中廠一樣是收紅 平板以下也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這樣一路上來 這一段已經先漲20% 它已經先漲20% 但是其實它向上的空間還有 它向上的空間還有一段 所以其實很多的升技 它就是要利用說 可能說比較震盪 大盤比較不穩的時候 下去做切入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還是一樣 針對這類型 有機會翻一倍兩倍的升技股 下去著手布局 那等到說大盤正式直穩 它的正式轉強出升段要來臨 我們再去操作其他的電子 尤其是很多投資人在問 手上的一些股票到底該去怎麼處理 你可以發現到近期其實 這一段下沙拉 如果說撇除掉升技以外 其實很多的股票動輒 都是跌50%以上 跌50%以上的股票 正規的電子股 它絕對沒有辦法幫你短時間解套 因為這就是股性的問題 它需要經歷一段過程 包含全值股 包含消費性電子 包含一些比較大型的電子股 它會需要經歷震盪主體的過程 才有機會展開比較強勢的行情 如果說真的說 這類型跌得比較深的電子 不論說電子 航運 傳產 鋼鐵這些都一樣 只需要一檔 一檔有機會翻倍的升技股 就可以解決你所有持股的問題 所以這裡 本波的下沙 個股的跌幅 動輒都是30到50%以上 這樣子的跌幅 如果想在短期內解套 唯有升技股辦得到 而且不需要太多檔 就一檔就夠了 你說有什麼樣的產業 有辦法靠著一檔 把滿手的套牢股票全部都解套 只有升技 真的只有升技 所以除了說CDMO這一塊 星耀裡面也有非常多 值得去操作的標的 這一檔 本週所講的 它目前已經取得了里程碑金 這一塊它就是保證 它目前已經有一段上漲空間 如果之後 兩項的試應正在解盲成功 它就有機會翻倍 所以手上有任何套牢的持股 想要處理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其實這一段大盤在下山的過程 大約是從1萬 大約是從這樣子的跌幅之下 跌到1萬5千點 好 那1萬5千點這樣子的跌幅 很多投資人會覺得說 升技好像不能去碰 或是說有些人會說 升技是不是太投機 它的風險是不是太高 那就像我講的 之所以會有這樣子的狀況出現 是因為它的成本 不符合成本效益 尤其是對於一些法人來講 對於一些法人來講 其實因為說 為什麼你會發現說 很多的法人 他其實比較少去買升技股 因為說 這個東西他們在買升技股 需要出具報告 出具報告 如果沒有做一些充足的研究 會變成說 在解盲的過程裡面 如果出現什麼風吹草動 它不容易進出 沒辦法說賣就賣 所以你會發現到 為什麼這個月就近一個月 近一個月明明升技就是主流 明明EED就是漲了50% 寶瑞就是漲了50% 明基也漲了50% 市場上多數人卻是視而不見 因為他的水太深 真的要去研究升技股 花的成本真的太高 但是就像我講的 我的看法其實是認為說 別人不敢碰的東西 更要花時間花精力 花金錢下去做研究 這樣才能真正得到說 巨額的報酬 所以這些研究的結果 包含一些新藥解盲的過程 我都會放在我這兩大平台 Light跟Telegram ID都是WE178 WE178 這兩大平台都會告訴你說 一些產業上的觀念 跟我們說 花長時間去研究出來的一些結果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應該說很多的 你說這個時間點一些趨勢性的產業 包含像是網通 包含像台積電設備 IPC制裁 它有沒有反彈的空間 反彈的空間絕對是有 但是不需要去搶這一塊反彈 可能你一搶 因為資金只有一套 資金只有一套 你一定會有機會成本的問題 你去買這項產業 就會錯過另外一項產業 既然說它會有機會成本的問題 我們一定是要去找機會成本 最小的這一項去選擇 去這一項的選項去選 所以你看 台股這段下山 它一定會迎來 所謂技術性的反彈 這個大家都懂 既然大家都知道 這叫做技術性的反彈 你都已經說出來說 它叫做反彈 就代表說它的空間不大 反彈不是反轉 既然是反彈 頂多給你20%的獲利 反彈的空間大約是20% 20%其實它的反彈力道就已經不小了 但是搶這一段反彈你會錯過的 可能是有機會 標一倍兩倍三倍的升級股 所以在這段過程裡面還是一樣 一些電子可以去搭配操作 但是我們的主力還是放在升級 尤其是出升段到 尤其是末跌段 末跌段到出升段 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它就是升級股的天下 從歷史經驗來看都是這樣 如果說以目前台股 上市加上貴加新貴 加一加 就以目前已知的數字 我們先不去看解盲 先不去看解盲未知的結果 我們先看已知的數字 其實有實力翻一倍的升級 至少是10到15檔左右 那就跟當時2015一樣 當時2015末跌段一下來 很多的升級股它就開始一檔一檔的翻倍 一直到2016年的2月份 合計是足足20檔 20檔以上的翻倍股 這個時間也是一樣 如果說資金它持續是在這邊擴散 它的熱度持續發酵的話 就以目前的數字來看 就大約是10到15檔都有機會 所以包含像是保瑞也是一樣 保瑞今天是小幅度的回檔 這就像我講的 一檔升級股它說 如果說它有機會翻倍的話 它這段過程裡面 一定會遇到警示跟處置 警示跟處置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為了要說避開警示 或者說避開處置 它一定會出現一些震盪 在高檔去消化一些賣壓 當它在避開警示跟處置的過程 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所以像保瑞也是 從不到180這樣一路漲上來 也是將近是50%的獲利 所以其實我們在4月份 那就開始著手這一塊的研究 包含一些新藥 包含一些有機會 在第三季到第四季 順利解盲成功的一些藥品 或是一些新藥 或是一些適應症 那你去看 從4月份開始研究 那6月份效果就出來了 益的漲了50% 保瑞漲了50% 包含其他的新藥股 其實漲幅也都有 大約是10到20%以上 所以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很多的股票需要解套 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 其實很簡單 不需要說好這一檔 要換到另外一檔 這一檔電子換到另外一檔電子 這一檔電子漲到壓力點 又要去換到另外一檔電子 不需要這麼辛苦 不論說被套的幅度有多少 不論說他的跌幅有多少 其實只需要抓到一檔生計 就一檔 就足夠把他整個 回到你的至今 回到起跌點的位置 所以這一檔也是 CDMO的雙黑馬股 CDMO這一塊 他一樣會持續在發酵 尤其是說 如果手上是已經有藥針 又加上未來的一個夢 他的漲勢會更強 這一檔負責前段開發 跟臨床試驗 6月21漲停板 這一段已經將近是 15到20%的空間 但是他還沒結束 6月22繼續漲5% 昨天開低走高 今天也開低走高 像這樣子的過程 他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 所以在接下來應該說 如果你覺得說生計股 他的風險比較大 覺得說要去挑 風險比較低一點 比較安全的生計 那就像我們本週所說的 我們要挑的就是一檔 他目前已經有藥證的生計 已經有藥證的新藥股 可能在第三季 第四季 有機會某一項適應症 又開始去解盲 等於是說 我們去把解盲這一個項目 當成是他的加分項目 就算是失敗也沒有關係 他本來就有他的藥證在手 本來就會有營收貢獻 等於是說 他是一檔會上漲的股票 接盲成功 變成一檔會翻倍的股票 大概是這樣子的邏輯 所以為什麼說 這一檔 非常適合大部分 大部分的投資人去操作 就是因為他目前在手已經有藥證 他也已經有領到了授權金 就看他什麼時候要認列 認列下去全年就是七元 目前股價是不到百元 不到百元搭配上七元的EPS 隨便算一下就會知道 他一定是有上漲空間在 他這一段上漲空間是已知的 如果說他第三季 第四季 全新的試印證用解盲成功 他又會再加上一筆 全新的里程杯金 這一筆里程杯金加下來 就有機會讓他的股價 向上翻一倍 這就是我說的 進可攻退可守 這邊怎麼買 你都不吃虧 就是說 小賺跟大賺的這差別而已 所以從股至今 股市的末跌段加初升段 都是孕育生技怪物 最好的搖籃 本波下跌 各股的跌幅動則都是30到50% 如果你要在短期間內解套 唯有生技辦得到 而且只需要一檔就夠 不論你是被套哪一檔 只需要換到一檔 有機會翻倍的生技 就可以全部補回來 把握機會 直接來電 或直接視訊我的兩大平台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